來聽一聽 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就是由爸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開源授權 到底在打什麼拳呢 好 交給你囉 控制 好 好 各位好 如同剛所介紹的我是國強 蘇國的國強狀況存在上面有寫 如果對今天的 什麼投資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找我 那我大概維持音量就會在這樣子 我先確認一下 貼到我身上 對 這一個 那 這一個 是由 台灣創造實實計畫跟開放話進行會舉動的 那 我有稍微小小小小小的小小改一下 那我發現我剛剛被人把東西拖錯了 所以我要趕快先關掉它 再控制自己 再拖放一次 好 OK 好 那今天我到底是要講哪些東西呢 今天我要提的是 第一個是豬肉犬 我會大概聊出一下豬肉犬法 那 在這邊先 確認一下 有沒有人 實現法律的 法律相關的東西有沒有 有沒有 都沒有 好 那這樣子只要等一下把錄影關掉我們就可以亂講了 再來我也會大概描述一下 創用CC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 今天的題目叫做開圓授權 那 其實CC是其中的一種 那 如果 如果 各位要等下多認識一下 都關於其他的開圓授權的話 其實這邊還蠻多 很多朋友是跟獸權的關係 都可以做兩種 那第三個我會介紹一些實力 比如說像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知道他是誰的 知道他是誰 都不知道 看來不夠容 看來大家不夠窄 欸 半舉手半舉不舉 你也問 你也問大家誰去知道 沒有沒有 我要問誰知道 我就是故意要贏你舉手 對 那 舉一些實力就是 第三個是要 接受大家明白的 我自己也有準備一些提議 所以 就是 等一下來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 首先 剛剛在講說我要講 諸多權法 那我先問一下 在座各位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有多懂 諸多權法 目前有 這幾層 那我剛剛也經過過 沒有法律界人士 不過 還是確認一下 你覺得你自己是 領域的專家 請求一下 諸多權法 請求一下 諸多權法 那你覺得 你完全不懂的人 你只知道 諸多權法 四個字 但是它裡面到底什麼意思 你完完全全都不知道 一個字都沒看過 我請求一下 應該不至於吧 對 那個 有很多很多 那個廣告商 就是那個 諸多權人 就是比如說像音樂的也好 或者影片的也好 他明天到晚會在各個地方 不同地方威脅你 不是啊 警告你 也不是啊 告訴你 順服你說 不要到盤 那那個時候你多多少 應該提過一點點 諸多權的相關東西 多多少少 所以 如果你多少聽過的話 我就覺得 你至少略懂 那你覺得你略懂 略懂就好 你知道這個略懂 一直都是 很模糊的詞句嗎 很模糊的詞句嗎 那你覺得你普通 跟一般街上 隨便用一個人 差不多懂得覺得 結果一般街上 遇到的都是法律系 所以他們其實都還蠻逗的 好 那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大概是在 可能跟他自己嘛 就是 可能 法律系一年級的學生 我可能可以跟他 一較高下 二年級以上我可能不行 那 所以我會大概描述一下 諸多權到底什麼東西 然後來 後面才會進入說 那跟 開源授權 也就是跟今天司機 到底什麼東西 諸多權這個東西 他既然是在講權 講權這個字的時候 一般來說 法律上指的就是 財產相關的權利 那其實 諸多權的權利 叫做智慧財產權 把它跟財產相關 那 一旦提到財產 一旦提到權 大部分講的就是錢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畫到錢 那樣子 那 我們說 做出一個東西來 他就有一個 一定的權利 比如說 像我現在做這個任務影片 就有一定的權利這樣 那 如果你要用的話 那你說 可能就是 想必辛辛苦苦的話 五分鐘來做這一張文件 那你就要付五分鐘的費用 什麼那一類的 那就是一個 把權利受盈的使用這樣子 那 那 諸多權那種東西其實不是 一開始就以為 因為你剛剛 你這樣想 就是 他既然提到的是錢 錢這種東西 是人類發明出來 來做交換的一個工具 那 雖然是有人類定義 所以我們不會說 他是天賦人權 其實 不太會這樣講 那 不過 製作權利 他其實是隨著實在 一路 一路 演進過來 那比如說像很古早 很古早的時候 你看到最 左邊 左邊 最左邊那個東西 那是石板 就以前 可能在 三頂洞 在石板上面畫畫 或是在 三頂洞上面畫畫 那 這個東西 當時他也有創作嘛 就是因為他自己的 有一個智慧投入在裡面 那也是這種創作 那那個時候有沒有 所謂的製作權呢 那時候其實沒有這種想法 那如果假設 那一塊板子 被敵對的部落給偷走了 那 原來的創作者 他只能摸摸鼻子 自己在畫一個 自己在創作 他不能說 你怎麼把我作品 偷拿走 那 那 或許他可以這樣講 不過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講的都只是那一塊板子 就是那個東西 那這個 那個東西這種權利 他現在稱之為物權 就是物品的權利 物權 那 後來有印刷書發明之後 其實複製就變得比較簡單 以前石板如果你要複製 你就自己創一塊 那 那 後來一刷出發明之後 如果有一樣的文章 比如說 你今天寫一篇 曠世巨作 那個 寫字的研究 寫字的研究 你今天過去都沒有 已經過去都沒有 已經過去都沒有 還是那個 那個 那個小說 那 那 真的 你真的沒聽過嗎 寫字的研究 誒問一下寫字的研究 你有沒有聽過 是 寫字 真的沒有 好 那可以看一下 對 寫字的研究 中文的翻譯也不完全 所以中文翻譯也有 也有已經過了 那個 好像在清代的時候 其實台灣 中國就有翻譯過 福爾摩斯的小說 進入中國 然後那個叫做什麼 歇若特奇案 什麼紀錄的 那個在網路上搜尋到 他已經過了 諸詢人保護的極限 所以你可以隨意的下載 那不過他當然裡面 是有點偏文言文 就大家可以也順便看小說 煉鬼 那總之那個時候 由於有了印刷處的發明 那所以一個著作很容易的 就被Copy到另外一份去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開始講到說 就是 那這個東西應該有一個 權力上面的地理 那在 很久以前 其實這種印刷 在英國來講 它是特許的權力 就是說 他有特許說 印刷這件事情 一定只能由某個單位來做 後來有一部法律出示 叫做安逸女文法 我們把它稱之為安逸女文法 那他其實在講究諸多權 那一方面 他其實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說 他把這個本來是 只給那一家廠商的權利 變成一個公眾的權利 大家都可以有 只要作者寫出來 就可以有 然後賦予任何一家印刷商 他們就可以有 那個權力的交換 那第二個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他也設定了保護連線 這件事情 保護連線 那那個時候 我有點忘記 好像設計13還是15 我有點忘記 就是說 如果諸多權能寫出來 那一份諸作 寫了一份小說 那13年之後 OK 那就可以 別人就可以用了 就不用管這個諸多權的限制 那現在來講 現在我們也是 以前我們用石板 後來我們用印刷的那個板 印刷板 那現在我們用板 現在用什麼 現在用的是平板 現在用平板 因為大家很容易的 可以去複製 一大堆的東西 到我們的平板裡面 也很容易的 所以大家share給別人 那在這邊來講 作為一個創作者 他就越來越注重自己的權力 因為你看喔 我們從最左邊到現在來講 以前很難複製 中間開始比較容易複製 到現在超容易複製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你的創作被別人使用的機會 越來越大了 那如果 你自己傾向於說 就是我自己的東西就是 然後自己把他鎖死 別人都不足用 那你就會越來越緊張 你就會越來越害怕 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要好好的保護 我們全部 因為越來越能力 那無論如何 現在是數位時代 那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都已經在我們上面分享出去 那你也可以去下載 那所以 著作權的相關的東西 也在近年來 會越來越被提起 所以我說 剛剛各位 我不相信你沒有提過 著作權 也不知道他的官權 不知道他的內容 為什麼 因為有一大堆的權力的人 不斷的每天會提起你 至少你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版權所有 版權 以前叫做版權 我們現在叫著作權 香港還是叫做版權 那 不過就壞了 總之平白內容就是這樣 那 不過著作權其實 不完全提的都是限制 因為剛剛也有講到說 在暗力理論法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講到保護連線 這件事情 所以 過保護連線之後 那個著作會變成什麼呢 那我們會把它 成為說它進入公眾的領域 公眾的領域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公共財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共同領域 那它英文叫domain 那 如果本來就不受保護的著作 或者是已經過保護連線的著作 都會進入這個公眾領域 那什麼東西會不受保護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 很多種都是不受保護的 比如說像這張照片 為什麼我說這張照片不受保護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 這支星星的自拍 這支星星它自己 拿了別人的相機 然後自己拍一張 那結果 對 其實拍一張 那結果那個 相機的擁有者就覺得說 這個權力是他的 這個照片的權力是他 很多網站都去 這支好玩的事情 那很多網站都轉片 那相機的擁有者覺得權力是他的 那後來 經過認證 說這個東西的權力 這個是沒有權力 為什麼 因為著作權 它只有保護人類所創作的東西 那這支星星它所創作的照片 就很不好意思 沒有著作權 那動物權其實是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就在這邊 就不停 所以總之 這個猴子既然它不是 這個星星既然不是人 那不好意思 它沒有我們所保障給人的著作權 那一定是法人才有 那 額外講一點 就是其實因為著作權 它是一個 必須要有 如果它要告你 它必須要是著作權力的人 它是在權力的一個留者 所以除非這支 以後不知道不知道 不然它叫什麼東西 它有能力去法院提告 不然其實你不用拿來 其實都不會說 就算他有權力 心理不用他有所有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 是已經過保護年紀人 比如說像這一本書 這是劉頓的數學原理手稿 那它已經做了那麼久了 所以這個東西 已經是過保護年紀人 那各位就可以直接用 不過這邊有一個東西 要注意的就是 這一本書 這一份文件本身 是沒有權力的 沒有錯 但是 你去拍它的照片 那個照片搞不好有權力 怎麼說呢 如果假設說我只是把這一本書 拿去引印啊 拿去怎麼樣的 那在著作權裡面的想法是說 所有的人拿去引印都會得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沒有人類智慧的投入 它不算一個再創作 那這樣的話 他可能沒有自己獨立的權力 就會變得跟本來的著作是一樣的 都是已經進入公眾裡面 但是如果你在拍照的時候 有特別去注意光明的調整 有特別注意說它擺的時候應該怎麼擺 取景應該怎麼取 然後這個東西它已經變成一個藝術品展現 它有可能會有另外的權力在裡面 所以這一張照片 如果你是去拍照 拍照的照片本身可能有另外的權力 但是手法本身已經沒有權力了 那 著作權這種東西在我問它是 可以把它切割成兩個方面 這個相對來講比較複雜的很好 那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著作人格權 那人格權這種東西就是 它是永久保護 而且不可以轉讓 也不會消滅 那是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寫一篇 我今天畫一幅圖 那我今天畫一幅圖之後 在我死後 以台灣來講下來 是50年 50年 那死後50年之後 你就覺得說我可以拿去用 結果我要拿這個東西來 栽贓 趙國強 曾經整個表達它什麼東西 然後就依滅它 那這個時候你就 你雖然沒有傷害它的著作財產權 因為它著作它已經消滅了 但是你傷害它的著作原格權 那它的後代子就是 可能還是可以用 這是整個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另外一個 著作財產權 這個反而就很容易便利了 那它有一定的期間 那它也可以 我授權給你就可以用 那著作人格權 是沒有什麼授權 沒有什麼轉讓的 這東西 那所以說 各位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如果公司沒有規定 他可能會講說 去看你的企業 他可能都會提到 你已經承諾 你不會對公司提出 著作人格權的主張 但他不會說 你的著作人格權 等於公司誰 他不會這樣講 因為沒辦法 所以他會說 你不會對公司提出 著作人格權的主張 他會不會這麼說 好那 這些東西它保護的 就是著作 著作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叫著作呢 它可能本身也有另外的定義 那我這麼說 今天假設 我今天想像說 台大裡面有好幾個店 我今天想像 然後說 這個 這個 外面的樹 拉了幾條線 過來到這個門口 那這個拉的線 可以有好幾種擺放方式 我有想像 然後我告訴你說 欸 上官 我想像說 如果那個地方的樹 拉了幾條線過來 然後怎麼擺 怎麼擺的話 它可能會變得很好看喔 然後我今天想想 沒有錯 這樣真的會變得很好看 所以你就去拉了 那 那 那 怎麼擺 那這個本身也是一個作品 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說裝置藝術齁 那這個時候 我有沒有辦法對提著作就是 欸 那明明是我先想到的 雖然我沒有做 但明明是我先想到 你侵犯了我的權利 其實沒辦法 因為 作作權它保護的是 表達 它不保護思想 還沒有成為表達方式之前 它不保護 所以剛剛 經過這樣子的情境 上關是自己真的去把 然後線拉出來 自己真的去擺 那它擁有 那個裝置藝術的作作權 作作權權 啊我呢 我只是講講而已 我也沒有這個做 所以 你也沒有辦法欠肢 我心裡面實際上想的是什麼 所以不好意思 那個作權 我是沒有那個權利 所以這是 呃 它保護的部分 那現在 剛剛有提到說是數位時代 那 呃 我們也有提到說就是 它有保護連線 有什麼東西 這就是諸多權的一些概念 那為什麼現在會越來越 諸多權 會越來越被強調呢 剛剛有提過 因為複製越來越容易 那其實還有另外的原因 呃 諸多權裡面其實有提到一些 合理使用的方式 我這麼說 呃 我今天買了一本天子書 我要怎麼借你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今天買了一本天子書 我要怎麼借你 我要借給你 我今天如果買一本實體書 我當然可以借你 我就直接給你 那我今天買一本 電子書 我怎麼借你 從那邊 好 從那邊 過去 這個時候我就犯了 呵呵 散布跟蟲子的罪 散布跟蟲子這個權利 我就請求 好 那 那 不然我說不要借嘛 我不要說借 那 我能不能在上面畫筆記 我有實體書 我當然可以在上面畫筆記 但是電子書 我能不能在上面畫筆記 有的可以 有的軟體倒是不行 所以變成說 欸 奇怪那個 那個權利為什麼 在數位時代裡面 我反而被限制很多 那我再講另外一件 就是 你從網路上面 你大陸會過網路對不對 那 你從網路上面去看網站 那看網站的時候 你可能看到一張照片 那看到一張照片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知道嗎 實際上 他已經被複製在你電腦裡面了 雖然你沒有 另存心的 但他實用上是 先附在你電腦裡面 那 那這件事情他也是從事也是傳輸啊 那 這樣我們怪怪的 就是 你隨時隨地都會碰到別人的權利 那剛剛我講的東西 當然已經是 已經被這定位合理使用了 不過你隨時隨地都會碰到別人的權利 所以我們說 在數位時代裡面 因為由於他的應用方式以及 數字越來越容易的關係 其實使用者的侵權和風險會越來越大 那 相對來講 權利人也會越來越覺得說 我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主權 所以現在的 很多權利人都會去 組織一個一個團體 都會去 留稅 國會 各個地方的權利人也會有 留稅國會 那 比較說 比較註明 就是 在 美國 那個時候 我們有 出國權那個時候保護的年限 我已經忘記多少了 如果保護到一定的 坐責時候的國籍 那就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他就覺得 欸 我本來開國元老 就是本來開這家公司的人 他的一個創作品 真的賣的很好 那結果他已經快要過保護權的年限了 那怎麼辦呢 他覺得他有點怕說 就是自己的 商品以後就變成大家可以看病 然後他會覺得他的權利受損 所以他想辦法去遊說國會 來把 這個 出國權保護的年限延長 那 這個行為 後來真的 真的延長了 那我們就稱之為米老鼠法案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說 我講這個很少 那附在一起 米老鼠那個圖案啊 他現在已經不會 不是用出國權保護的 他現在是用商標 商標是沒有年限的 所以你看 這個 這樣的圖 登登登 對 也是這樣 對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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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圖案 他其實後來是被 用商標保護的 那 還有另外一些 現在各位 手上可能有拿的東西 也是用商標保護的 好 iPod 還有現在有很多人嗎 現在有很多iPhone iPhone他的外型 那個也是商標保護的 為什麼 因為出國權他有很明顯限制 他們會覺得說 那我就知道 可樂的品質 也是用商標方式保護的 所以這是 雙親大獎王啊 反正 他還是一種方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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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東西 不能用商標 你只能用這種保護嗎 這我還想做 小的不是律師 所以你可以跟 會笑的那個 反應 好 商標 那 台北101是立體商標 那個不太一樣 對 就是 剛剛講的 你可能想像說 都是平面的 平面的 那 只要不是平面的東西 就可以用 就可以不是用商標嗎 那不好意思 反正建築物有一個方法 所以那是立體商標 那是另外一些 那 所以商標就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不知道 音樂能不能做一下 我不知道 搞不好 那 既然侵權的風險變那麼少 所以 對使用來講 其實造成有點麻煩 你有時候就會覺得很怕怕 尤其在你 稍稍了解作品之後 那 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用的時候 比如說我只是轉貼你的圖片 我也沒有怎麼樣 我也有保留你的名字 我好好的告訴別人 這是你創作物 沒有意思要侵犯你的權利 那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來主張 我是合理使用好的 因為你著作選擇 那還是有合理使用這回事 那為什麼會有合理使用這回事 因為如果都把東西繃得死死的 那搞不好一天到晚都要有人逃法院 這樣就很麻煩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為製作選他的創立 宗旨裡面也有要 讓文化繼續流傳這個 這個元素存在 所以他不能只講保護 他也要講放手 就是兩邊都要有 那 不過合理使用其實有點麻煩 為什麼 其實在實務上面 如果你不信的被人家告上法院 那你會不會一口氣就跟法院 法官講說 我的使用方式 我主張合理使用呢 其實不會 我一般來講會分三個步驟 我們可能會先說 對方沒有那個權利 我可能會先說我沒有用 就是這個東西我沒有在用 我不是真的用 我用的東西不是你的東西 然後所以跟你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是說 雖然我用的東西 好像是你主張的那個權利 那個東西沒有錯 但是你其實沒有擁有 那個東西的製作權 我會改用這個策略 那如果這兩個策略都失敗 那我最後會說 我真的用了 而且那個東西你也真的有權利 但是我主張了合理使用 為什麼 因為合理使用其實是一個 一開始就沒退路 怎麼有出口的一個做法 他一開始就跟你講說 我真的用了 但是我主張合理使用 所以一旦法院那邊認定 不是合理使用 我就在一起 所以一開始不會 他不會是第一步 那他會把他放在最後一步 也是因為說 他在判斷的時候 合理使用其實 要判斷很多事情 比如說像 不錯 跳得偏 我們要類個 比如說他會判斷說 你是不是靈略 比如說他會判斷你利用了多少 你一張照片到底才有多少 你用的解析度怎麼樣 那你用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東西能不能賣錢 他到底是不是造成你很大的商業利益 那還有你為什麼使用 沒有可能是為了教育 沒有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名聲 有好多有任何可能 那法院那邊會評估這幾大堆東西之後 決定你是不是合理使用 那既然他要評估這幾大堆東西 代表其實你並沒有辦法 真的很有把握的說 我某一個東西一定百分之百是合理使用 除非法院已經之前有過一樣的判例 說怎麼怎麼使用 他已經判過了 這樣就是合理使用 你就說 喔 OK 那所以那樣子是合理使用 你至少可以用這樣 不過在那其他的部分 你就可能這樣講 如果不適合你使用的話 那這樣子在使用授權上面 使用東西上面來講 其實會有點麻煩 都一定要記得要先取得授權 那取得授權你可能說 我其實也不是很不願意取得授權 我也很願意去問一下 上官你今天亂報的東西 到底能不能收你給我用 可以嗎 要簽約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那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在法院上面不會咬我一口 說你其實沒有授權 對我們要先確定在這裡 所以要看我們有沒有 然後還有就是 我可以怎麼用呢 我要拿去貼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我確定一下 我大概也建議你這麼多 你就建議我某個東西 對 那你剛從這個對話裡面 你就發現說其實授權 如果真的要簽的話 還有可能要難的話 費了很大多的部分 那一般的新手來講 其實是很麻煩的 比如說你可能像他 搞定取得授權 你看到一張畫 那你想說 這個權利人是誰 很多我們中間總理的圖片 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 權利人是誰 所以你來想辦法去找到權利人 好終於我找到這張畫 是三張畫 那接著我要跟他聯絡說 就是 我要使用你的圖 那能不能用 那他可能就剛剛這樣考慮很多東西 就是說 欸 你說的是哪張圖 那你要用在什麼地方呢 你什麼時候要用呢 那 你該不會去怎麼樣 怎麼樣 那不簽約好不好 因為不簽約的話 其實我好像比較方便一點 可是我又有點害怕說 如果不簽約 然後他結果到法律上面 反邀我一口 那我主張說 那個東西 他其實是有授權給我 結果口述物品 有點麻煩 那所以 有這麼這麼複雜的東西的情況之下 其實 很多新手會有點害怕 而且會決定 感覺我不是算 我贏用 這樣真的對文化是好事嗎 就是如果我們都很害怕 都不敢用 一律都要經過繁雜的手續 耗費我們的人生 才有辦法取得 我們其實只是想要轉接到 我的教材上面 這件小小的事情 好像不太對號 對 那所以 剛剛有講說就是 好那 這麼麻煩的東西 我能避免是能避免 那不那種麻煩的合理使用 又有點害怕 那怎麼辦呢 那可能最好的方法還是 作為一個權利人 作為上官 他就畫一幅圖 那今天就只能講說 大家如果 如果要拿去張電帶教材 你要拿去轉電帶Facebook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用 他最好是直接先講 那講清楚 白紙黑字寫在 他文字在上面 那這樣最好 所以你就有了 創用CC這種東西 創用CC這種東西 其實你看剛剛的概念就是說 作為創作者 你先把話講清楚 到底可以怎麼用 別人到底可以怎麼用 別人不可以怎麼用 你先把話講清楚 那看在我們人上面 有電子記憶 公正第三項電子記憶 Google 你就會蠻容易 那這個時候你就 看到這個標章 你就想說 好OK 所以他告訴我說 我可以怎麼用 不能怎麼用 他已經講清楚了 我就比較不用害怕 這是大部分的公眾授權都這樣 包括 所有的開放授權 什麼GPAL 什麼的 就是這個樣子 那CC是採用部分權力保留的方式 那他不限仁慈異物 那什麼叫部分權力保留 因為其實你的著作裡面 有好多好多的權利 比如說像 別人翻譯 翻譯是一種改作 所以改作是一種權利 那別人散步 拿去分給別人 別人重置 拿去理應 別人公開傳書 公開演出 公開播送 有好多好多的權利 那你可能想說 我只是想要把其中的 比如說商業利用的權利 保護起來就好 其他隨便你 那你只要不要動到商業利用的線就好 那或者 我可能只是想說 你把改作的權利保護起來 你不要改 但是隨便你放 你拿去賣也沒關係 但是不要改 你可能只是想要保留其中的 其中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 10T就很適合你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可以在 全世界的 那比如說我們舉一張照片做例子 我之前為了要準備這個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去搜尋一下 到底有 網路世界有哪些 是我已經授權出去的照片 結果在這個Face Company 是算國外一個蠻有 蠻有點知名度的一個科技新聞網站 Face Company 那邊 看到我的照片 背景那個是我的照片 那是我某一天 已經好久了 那個時候我還住在新店 然後我買了一台OLPC 就是百元電腦 然後發現他沒有出現鍵盤 雖然我有裝Linux的中出 沒有出現鍵盤 所以我就去買了那個 鍵盤的那個貼紙 然後一張一張很細的歌 然後歌了以後貼在那個 鍵盤上面 他拍照勸掉說 哈哈我有做個鍵盤了 哈哈 這樣子 那這張照片我就 我就take給他是OLPC 然後我take給中國鍵盤 然後我把它放在freeink上面 用open license釋出 我用CC的license釋出 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想過說 他會被別人怎麼用 不過今天我搜尋就發現 欸 有別人用了我的照片 他用的東西是 嗯 就是那張照片 我在那裡看那裡看 對吧 呃 這個是 這個看到現在 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怎麼說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那這張照片我其實不是 沒有那個意思說 就是他會被別人拿去怎麼用 那有人願意去用 其實覺得蠻不錯的 那也省一點點的時間 那別人也可以因此 點擊他 後面那邊有提供一個連結 連結到我的fader 那別人可以來看到 我的fader上面 有什麼其他的有趣的照片 這樣子 所以還蠻有趣的 那這種做法其實就很像 你幫你的創作發了一張影片 然後 歡迎別人去怎麼用 然後就發 然後發來後別人拿去 拿去用的時候 他就順便再告訴別人 另外的別人說 呃 這個東西的原作者是誰 那你可以解釋 那這是著作權跟CC的簡單概念 那我們 CC授權他其實是 剛剛講過所保留的部分權利 那著作權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權利 他要怎麼樣去告訴你說 要保留哪一些呢 那我們把它化解為 四種的元素 四種元素 那這四種元素 他要分別是姓名標示 非常業性 禁止改作 跟相同的方式分享 不過為了秘密麻煩 我決定我們直接播一下 我來看 也好 那麼多 現在 你把他拿到 你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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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拍到 你拍到 你拍到 我要报警 你是怎样 这没问题啦 这首歌是我从Upstart下载下来的 Upstart是谁呀 Upstart是一个网站 你可以在那边抓到 是用Created Comments授权释出的音乐 如果没有著作人的许可 你就不能下载音乐 但是才用Created Comments授权 就表示你可以下载 说清楚一点 那我还是要去报警 真的烦耶 说清楚一点啊 任何东西只要受到住宿人的黄固 你都必须得到授权才能使用对吧 对啊 可是任何作品 就要采用Created Comments授权 就表示你已经得到授权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都在任何东西上哦 完全是吧 这个授权要买到死你 你能测现什么 就是我们作为首歌 那其他决定可以拿下 不要让其他人使用它 那么可以讲究所任何财务 用作用方式授权离去 这种授权方式可以宣告其他人 可以使用能不能使用的方式 你有主作啊 Created Comments 第四种标章来保护主作 信息给他阿神 这个标章表示用了别人的东西 要同时把原作者的名称 告诉其他人 有 可以上电器 这表示你不能拿这首歌去赚钱 可以我不能帮这首歌赚钱去买车 不行不行 哪有 这表示你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这首歌 但是也有 像什么方式分享啊 这表示你给者喜欢的方式改变这首歌 但是感谢我的歌 也有可能的方式授权出去给其他人使用 所以说 要是我这首作者是什么方式 我就可以连接下来 用的我想要的东西咯 对啊 就可以啊 可以 那么我写了全世界最棒的歌 我要把我的歌跟全世界的人分享 因为他没有什么 听过这首歌的歌就白活咯 好 你说了算 那其他人们怎么知道这首歌 是如何被授权的 你知道加个连接在你的MV3旁边 我的这首全世界最棒的歌吗 好 说吧说吧 你只要加个连接在这个 你只认为全世界最棒的 这个三个月 好月 然后所有人只要听进一个连接 他们就可以到一个网页 告诉他们可以对你的歌 做些什么 一定会能做些什么 好 那我可以去哪里下载这些歌呢 这些歌的网络上告诉都是 或有些很棒的网站 有名吗 你可以把这些网纸记下来啊 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学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在你的头上呀 真的吗 你试试看看吧 嗯 好吧 Creative Thomas 有一个线上一个声训 叫做 CC Mixter 看吧 酷 以及我之前做过的 这超好玩的 看看我还能说出哪些网站 你想说多小可行 还有拼拼这些 相对 你当代单击我 还有 有时候除了单击模仿以外 我们还可以也做点别的 要是授权导管有说 你就可以去压 混音和重混这些音乐 我哪有没有 好啦 我要去下载可把 而且免费的音乐了 嗯 其实除了音乐 你还可以下载其他东西哦 真的 对啊 任何东西 只要是著作 都可以被授权 故事照片破换网站 对 全都可以 还有电影 音效 部落格书 还有文章 那很多耶 你怎么知道的 Creative Comments 有自己的搜寻引擎 像search 上creativecomments.org 搜寻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玩意儿 好棒哦 我要去看看 好好玩哦 但是我还是想要抱紧桌面 因为 因为 哦 你是怎样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嗯 为了遵守这些性能雕塑人呐 我们还是把这个 搜寻的搜寻的搜寻 证实一下 遵守那个 那种性能雕塑 好 增结 好 好 所以各位应该也有多少知道 就是那一部影片里面 就跟我讲说四种元素 哪四种 那这四种元素里面 它其实可以把它组合成 诶 它其实可以组合成六种东西 六种我们所谓的授权方法 那分别 好 我们从 那个 这边一列来看 第一种是姓名标识 就是纯粹的姓名标识 它代表着 只要你遵守姓名标识的原则 你就可以拿去用 第二种是姓名标识相同方式分享 代表着如果你遵守姓名标识的原则 而且你修改之后散布给别人的时候 用一模一样的相同方式 分享给别人的话 那你就没有去用 你遵守这两个条件 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 圆绝圈一个一个的元素 都是一个一个的条件 你可以这么想 那接着是姓名标识 非商业性 不可以拿去做商业利用 那另外姓名标识 非商业性 相同方式分享 以及姓名标识 见识改作 不可以改 那姓名标识 非商业性性 只敢做 这个东西大概是最严的 所以要知道这各种组合 其实你可以把握 一个有两个大原则 刚刚说四种元素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做 组合排列组合的话 应该不止这六种 但是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个大原则是 一定要标识姓名 其实CC的一代 就是刚出的时候 是不用标识 不一定要标识姓名 就是姓名标识 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选择 一样还是不一样 但是后来发现 反正是好像99.7吧 的著作 全部都要用姓名标识 所以那为了简化期间 就是介绍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烦 比较好推广 那所以就现在 现在的SPA 是一定要标识姓名标识 这个叫什么 禁止改作 这个有什么 那旁边PCC 这个有什么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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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同方式分享 那这两个东西 为什么它不会一起出现呢 因为 禁止改作讲的是 你不可以改 这没问题 相同方式分享里面讲的是 我刚刚其实有讲过 我改了以后 要用一样的方式 散布给别人 所以这两个东西 它不会在 评论标章里面出现 那 呃 因为你 你不能又叫人家 不能改 然后又叫人家改 因为它用想法是很像的 你不能用这两个东西 对方来出现 那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四种元素 来组合成 六种授权方式 那这六种授权方式呢 它分别 CC 自己有一个观点说 哪有是比较开放 哪有是比较不开放 那最左边的那三个 包括 零那一个 零刚没有介绍到 零是CC0 CC0 它的意思是代表说 我直接宣告 我这个东西 我放弃 所有人的诸多授权 那 台湾的话 它会另外意义上 还会加上说 我也不会对主张 那个人格权 也丢不了性格 就是 意义上是说 我好像把它直接丢成 公共授权 那 CC0 CC Bi 也就是性格标示 CC by SA Share Like Share Like Share Like 是相同方式的小 这三个东西 比较属于自由的 那其他东西 我们比较不会称它为自由 因为它多少 都限制呢 蛮多东西的 那 总之你可以把它 分成这几个权定了 那 CC授权 它其实有三种表达方式 就是 你要告诉别人一个 我的著作是 它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可以表达形态 那 第一种是 我怎么会把这个东西走 等等 这边最后一种 第一种是法律条款 就是 当然呢 我既然都已经做出一个授权给你了 那 CC总部其实有准备好 一个真正完整的法律条款 让你有 让律师也好 让法官也好 或让你也好 你有进去看的话 你可以去看清楚说 实际上 你如果用了这一份CC授权 授权给别人 那你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这样做 那 不过也为了大家 辨识起来比较方便 所以有第二种 是授权标章 就是那种圆圈 一个图 那你 今天 学完这个之后 你出去外面就知道 万一我看到什么图 表示它其实是什么授权 那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辨识 那 那第三种是 机器可读的 一个码 一些metadata 你称之为metadata 后设资料 那为什么要有这种 后设资料呢 前面两个 你可能很清楚说 他为什么要有这个 第一种是因为 你要真的要可以用 随便要保抑状态 那第二种是 你为了要可以好辨识 所以你用了收信表上 第三个你会想说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机器要可以读呢 其实机器要可以读 这件事情 还蛮 在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 我打个比方来讲 好了 这一副图呢 是我们在场的 某一位伙伴他画的 他那个时候 用了一个license 叫做 WTFPL WTFPL Welcome to Facebook Went the public license 就是你要干嘛都可以的公共授权条款 那公共授权条款 里面只有简单的一两句话 叫做 反正你要干嘛都可以啦 这样子 对 就是一个公共授权条款 对 那严格讲起来 它也是一个蛮开放的授权方式啦 就是反正我就 我就丢出来 而且我宣告 我是用这个 WTFPL 第二版 释出 你就知道 原来我要拿去干什么都可以 那不过 在网路上面搜寻的时候 因为其实有一些搜寻工具 它可以支援说 你可以搜寻CC的作品 比如说Google Google其实你可以指定说 我要搜寻CC 怎样怎样搜寻的作品 这个时候 你就搜不到这张作品 它没有 一方面它不是用CC搜寻 二方面 这个WTFPL 它也没有这种机器可取 所以Google就任不懂 那他就没办法去用 这比较可惜的啦 那所以 你机器码大致上是有这样子用的 那如果你要用文字标式 创造CC授权的话呢 那我们有一些 你要推荐的方式 当然 大原则是 你只要让别人清楚的知道 你是怎么授权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 你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你整标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暂时没有ID 我们有推荐的方式是 你可以用CC 比如说CC BY 就是条件 CC BY SA 是那个相当方式分享 或者是CC 姓名标示 非商业系 你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别人说 我用的是CC条款 而且是哪一个CC条款 那后面呢 你有可能可以再加上版号 看你要写的怎么样 就是 可以再加上版号 比如说 现在通用的版本是4.0 每一个版本之间不是升级的概念 就是CC3跟CC4 你要把它整个拆开来 看成两种不同说明的方法 它不是升级概念 另外还有区域 在CC3.0以前 它有司法领域的概念 CC4已经没有 CC4全球就通用 就是一种 那CC3.0以前呢 你可能可以用台湾 你可以说 像我自己常都这么讲 我说 本作品 以Tronal CC 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湾版授权标准 授权大宗使用 我会这么写 这样别人比较能够知道 我其实是用哪一份授权标准 然后来释出我的作品 这是它的作法 那有好几种各种方式的 像我刚刚有讲说 其实重点是只要清除掉 那如果你觉得有点懒 那图示跟HTML嘛 就是机器嘛 你可以在CC的官网上面 找到一个授权精灵 选一选之后 它就留给你 就直接看不去用就好了 那CC的官网 就直接上网搜索搜索CC 然后就可以得到官网 那另外还有一些 方便的外挂 比如说像 如果你在Wordpress写 写那个Blog的话 那Wordpress它有很多地方 可以直接让你选择 你自己授权 那或者说OpenOffice啊 MicrosoftOffice啊 各自的那样可以用 那刚讲的大部分都是讲说 如果你自己拥有作品 你要授权你的人 那要怎么做 那道路来讲 如果今天想要使用别人 用CC授权作品呢 那我们什么 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用 其实 CC的官方网站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CC搜权文具 那有一点研究是说 没有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用 各位可以搜寻search.creditcomments.au 刚影片里面其实可以用 那不过 现在来讲 可能比较防备的方法是 你直接开Google 然后开Google的时候 你用进去的搜寻 里面有license 这种选项 那你用微博性其实很简单 那 使用的方法简单来讲 就是两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你先搜寻 你要用的实习作品 那你既然都已经要用 你可能已经有想法说 我打算要一张 怎麽样的照片 然后拿来怎麽用 比如说 你今天这个Case 我可能会说 由于我今天没有拿什麽 出席费 我没有拿什麽 讲一讲 演讲费什麽的 所以我可以主张 我是费商业先生的影片 那另外 我可能只是想要拿 别人的范例照片 来贴在我同一篇上面 所以 刚刚来讲 我既不会敢做 而且也不是商业使用 我基本上 就可以搜寻 所有CC的作品 因为我都没有要改 任何要商业利用 我搜寻任何一种license CC的任何一种license 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告诉搜寻已经说 我要搜寻 所有用CC授权的作品 不管它是用CC 自己怎样的搜寻 都可以 我就直接告诉他 那不过 如果你今天是 比如说我说 有收演讲费好了 那你可能说 这样的话 我不太确定 我能不能被当成非商业性 那你可能就告诉搜寻已经说 我需要的是 可以商业利用的作品 你就先这样告诉他 然后就丢了 丢了东西版给你 那接着呢 你使用的时候 由于他一定都有性能标示 所以再依据对方指定的方式 来做性能标示 比如说 如果别人告诉你 别人在他 我看上面告诉你说 使用时请标示 来源网址 那你就很简单 直接把网址复制起来 贴上去 这样就结束 那如果要告诉你说 使用时请标 比如说他可能 这个创作者 他说 希望你标的是 开放文化基金会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 开放文化基金会做 他说 希望各位标开放文化基金会 那网址 你标在哪里 OK 那你就照文化的方式做 你就不要开放文化基金会 那网址放在哪里 那网址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其实 在台湾通用时期计划 我们在上面都有 比如说 像我刚刚讲的 你要要授权 你要要授权 你要要授权监定 你要 希望有一个工具 告诉你 要怎么授权比较对 那你给我们这个 那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去搜寻 各种东西的素材 都可以 那另外 其实 呃 台湾有一个社群 叫G0V社群 G0V是一个 专注于开放 比较多是政府 开放资料 开放政府的社群 那他们有做了一个 CC开放授权 想帮手 CC开放授权 想帮手 我们今天开放 开源授权的那个 怪兽就是 就是这一只 他有名字吗 小帮手 小帮手 C0V开放授权 小帮手 那也可以是 使用这种事情 他的拳头就是 为了要授权的意思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那这是Google 图片授权的时候 的方式 给一些判例 这是Google图片授权 他可以在中间那边有一个 标示为允许 再利用前可修改 你先告诉他你想要怎么用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OK 你如果想要这么用的话 有哪些东西 你可能适合他吗 那你点进去以后再看他 实际上是用什么式的授权 那另外在Fleaker上面 他其实也有 对不起 跳过动画 那Fleaker上面他其实也有办法 让你去搜寻授权 那既然他让你搜寻授权的Fleaker 他其实也有做说 你希望用什么方式授权的一个选项 像我自己的话 我还蛮喜欢用那个 性能标示相同的方式 你去搜寻授权 你会讲他 他这边是这样的 对不起 标示方法可以用 那就可以看到说 在照片的旁边 这个地方就会告诉你说 这一幅图 这一幅照片是导的顾客权益的 那他使用的授权方式是 性能标示相同方式很小 所以这是标准作用 那Fleaker其实也有做一页专门的 就是给4次用的 他直接整个列出来 直接整个列出来说就是 如果你想要什么样方式授权的照片 你可以浏览看看这一区 你只是想要性能标示的授权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一区 那你想要别的授权 你就看到别人的情况 这是Fleaker 还不错了 那再来还有如果你上传投影片 像我这一份同片 你会上传到slideshow 一个助你的投影片分享文章 那slideshow里面 其实也有地方可以让你选择授权 在下面留言 有一个 为什么是language 等等 喔 不是language 就是那是 自己也一下吓到 是按这个啊 因为萤幕的关系 是不是 好 那你该去选择 你是要拿走CG授权 那 呃 刚刚我讲的都是中文嘛 但是你英文 应该可以看一下 大概可以看一下 那还有一个 那叫CCMixer 它其实是 呃 蘊涵著很多 跟 跟厚色资料相关的东西 那我刚刚提到说 厚色资料 它 就是maladeta 那你会告诉你说 我一个作品是用什么 是一种可能 那 其实你也可以在里面 在那个maladeta里面标 性名是什么 来源在哪里 然后 呃 国家是什么 你可以标这一道的东西 然后把那个音乐啊 上传到CCMixer 那 指定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使用我的音乐 你就在CCMixer 他们会写说 我要remix 然后他就会 知道说 所以有国人 来remixer这个作品 那他的 你的作品是什么 什么 你会贴在哪里 那你就回去 用你自己的软件 remixer之后 再上转到这个平台来 那这个平台 再上转到这个平台来的时候 由于 本来的maladeta 有可能有被保留 那如果有被保留 他就知道 原来你是用 某强的那一份音乐 所送的过来 他在后面 会再列出来说 这一份音乐作品 是由哪边改编过的 还会这样子 一串一样列起来 其实这样还蛮方便的 而且他还会帮你 把信仪调设计都做完 因为本来还没那份好 所以这个行为很大便 所以 所以如果今天 你拿了别人 CCMixer CMixer 然后拿来修改 再上转 那 第二个在这样做的人 必须也标记 最早的那个人的信仪 其实是没有 应该是只要追得到 其实没有 我们不要弄那个人的要求 但是以微几百篇 还是什么求的 因为微几百篇 那边 你可以看到 力尺的手 但是它全部很棒 那 那 我们可以想要说 如果一个东西 转成几百手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东西 其实就是 所以并不会是 那样子的要求 那 一方面是 不会是那样的要求 二方面是因为说 当你自己 比如说你改做我的著作 那你改做我的著作 之后 你的那一份衍生著作 比如说衍生著作 它是一个独立的车 所以 其实 你在放出去的时候 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车 那我今天第三个 在用你的著作的时候 它其实用的是 它标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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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接下來想要介绍一些 跟司机相关的实力 如果我们 已经讲了 一个小时 来不到 的快 所以我想要先确认一下 各位 人有三次 有没有想要去製作中间 可以去製作中间 可以去製作中间 其实中间也随时都可以走啦 但是 就是 没有办法 我会继续啦 去 那我们休息的时候 诶 你会我吧 没错 尊容独享 休息时光 尬杂